天氣還不錯啊今天 看一下這個花長大了沒有 蜘蛛網都有了 但是感覺還是沒有長啊 可能是沒補充營養啊 給你來點營養物質 我來點營養物質 我來點營養物質 你開店 我可以給你一uter 我來講啊 我來講 我好 Baby 你不講 我來講 這兒是個悲傷 拜託 我來講 你始終點說 那兒吃不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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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出去买了一些种子啊 看有黄瓜、番茄、苦瓜 姜豆还有四季豆 这里有一包丝瓜的种子 这个是那个土丝瓜 别人那里拼的 拿上种子、小锄头 还有这个胶子、胶布 蒙的这个 先种那个地吧 地的话种那种要擦那个架子的那种菜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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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瓜 这些 还有 姜豆、四季豆 还要擦一个木杆 让它长上去 就近一点的在那个山里面 然后种西红柿啊这些 辣椒啊这些 我打算种在那个田里面 辣椒的话 我准备多种几个品种 到时候直接买那个辣椒苗 什么小米椒啊 二斤条 然后 还有 螺丝椒、青椒、大青椒、红椒 都可以种一点 种在那个田里面 先去种那个地 看一下这边别人都种上的 他这个种的说实话 感觉比我都还 还菜 地都不挖的 只挖种的那一点点 这应该是种的是一米 就挖了这一条一条的挖 那些都没挖还有草 然后这边是我上次挖的那个地 看一下吧 打算种这一块 这边不种的 还有一个田 这个地这一块也够了 这水把这个树子给砍了 这是摆树子 到时候搞点回去 搞点回去去腊肉 这个种地啊 这个育苗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 就是比较复杂 但是它保险性非常的高 就是 弄一堆那个土堆堆 然后打湿水 然后把烧的那个草木灰 然后把它和在里面 然后弄一坨一坨 像包汤圆一样 把那个种子包在里面 然后各种各样的种子 然后包在这一块 然后用个布蒙的 等它发芽过后呢 然后再去种 分散的种 那种的话 你就可以看出来 哪些它不发芽 哪些它发芽 不发芽的就不要了 那种的话 它就是 百分之百的可以种成功 但是我的话 没有烧那个火堆堆啊 搞不了 所以说用第二种方法 直接种 就种在那个地上面直接种 但是它有的种子不会发芽 怎么办呢 那个 那就不会发芽了 是不是 这把锄头是编的 这边有人在种地 应该回家吃饭去了 我没有拿这个锄头来 拿了一个小锄 把这个篱笆给它敲碎一点 敲碎一点 刚才把这个地整理了一下 现在非常的平坦 因为前几天刚下过雨 这个也不用浇水 泥巴都是湿的 这边种地的话 不像 甘肃啊 金海那边 是把雨水少 还要浇水 这边的话 就夏天可以浇一下 现在雨季的话 就不用浇 就不用浇水 看一下吧 刚才把荡荡挖好了 好多洞啊 大约有40个洞 40个荡荡 先种这个丝瓜 一个荡荡荒个三四颗吧 有的它不会长 丝瓜种一排就够了吧 重一点这个白苦瓜 就这么一包啊 苦瓜籽的话也是特别大的 和那个丝瓜籽有点像 苦瓜籽 重点苦瓜吧 苦瓜炒肉啊炒鸡蛋煮汤都可以 苦瓜两颗 两颗就够了 丢三颗吧 有的不发芽怎么办 再来两颗 三颗 两颗 哈 一双 两颗 按水都搞出来了 专业种菜人 看一下 那个人还没来挖地啊 挖了那么一小块 看这个就不专业了啊 一片油菜花 刚才把那个地啊 种满了 下面还有一个田 那个田比较大 挖田的时候 就是用机器挖的 看一下准备种这个水果黄瓜 还有这个西红柿 看一下这图片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黄瓜是那种小黄瓜呀 就是菜市场卖的比较贵的那种 可以当水果吃 这种黄瓜种着挺好的 也可以凉拌 你看这边有写 这个黄瓜有短磅状长 一十八厘米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这么长 粗的话 三点五至五厘米 这水顶得住 一晃而过 下午六点钟 天要黑了 搞饭吃了 准备 今天的话种了菜 种了种子 还有搞了一些柴毁 这个是很值得那种 竹子和树枝 这个用来 像姜豆啊 四季豆啊 就要擦这个 它能长上去 还砍了一些柴火 看一下我老黄的军火库啊 全是柴火 发达了呀 这里还有 好多 好久没吃这个花甲了 今天给它吃上一吃 掉了掉了 芹菜 当配菜的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鸭舌吃了 这个鸭舌不能挂了 这个花甲是我们镇上买的 我发现我们镇上卖这个 水餐厅的 或者这种花甲类的 贝壳类的 卖的好费啊 这个十块一斤 以前在重庆好像才七八块吧 七块左右 卖这么贵 可以加一点盐 一点油 给它涂一下沙 这个的话应该没多少沙了 随便泡一下就行了 这个芹菜当配菜来用 但是我发现有多的 用这一点就够了吧 多的话去拿到毯子里面给它泡上 切成姐姐 泡在毯子里面吧 看一下前两天泡的这个泡菜怎么样 还行 看一下 看一下 把这个芹菜换进去 看一下没有起那个白花 而且香味已经出来了 非常的成功 刚才把这个配料切好了 芹菜 葱姜蒜 干辣椒 花椒 辣椒面 蒜苗叶子 把这个鸭锁蒸了 吃了 放不了了 这个花甲先焯一下水 不要焯太久啊 给它裂开了就可以了 不焯水也是可以的 用开水烫 烫 烫的话用手给它掰开 也是可以的 这花甲裂开就好了 打出来 备晕 话不多说 直接扫油起锅 捞锅就先捞一下锅 把锅的油倒出来 然后放入干辣椒 干花椒 辣椒面先不放 辣椒面容易熟 然后放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 加一点耗油 耗油要先炒 炒在里面 直接放入辣椒面 很多人会说啊 我们洋海地带不这样做啊 直接放蒜蓉的 或者吃原汁原味的咸鲜味 我的做法是重庆四川这边的麻辣味 倒入花甲 炒起锅 翻炒不起锅 开玩笑的 直接拿出来 直接拿出来 来调个味儿了 少来一点盐 算了 不放盐了 来点鸡粉 拜堂提鲜 生抽 提一下它的香味 老抽三个碎 少了一点胡椒粉 老丈家的高度白酒 去香真心 这个东西可能你们那里没有 这个叫 棉酱 非常的咸 和盐差不多 所以说不用换盐 倒入芹菜 调好的味 洗锅之前来点蒜苗叶子 起锅就起锅 我们在外面买花甲的时候 一定要买这种的 两边都有肉的 有的它只有一边有肉 那种买来就血亏 整理一下化形 一定要有仪式感 刚好手上有油 摸一下 亮透一点 哎呀 哎呀 今天简简单单吃一个香辣花甲 然后一副压手 喝一只果冰 本来想说喝二两的没有白水了 只有这个果冰 老个冰 老个冰 先走一个吧 啊 舒坦 嗯 满上满上 开整开整 今天这个不太下饭了 本来 这个花甲下饭 花甲是一个麻辣味的 尝一下 嗯 芹菜可以下饭吃 嗯 嗯 嗯 麻辣鲜香 这花甲 这花甲鲜嫩多汁 口感的话还是软糯咸香的 花甲味融 嗯 嗯 不过这个花甲有点小贵 这一盘二十多 成本都要二十多了 还有辣鱼 嗯 炒花甲的话一般不要放豆瓣酱了 嗯 虽然化了颜色很好看 但豆瓣酱味道太融了 把花甲的香味给遮住了 本来炒的一个麻辣味 就非常非常的遮挡鲜味 不过加豆瓣酱的话 就一点鲜味都没了 在我们四川重庆的话 你吃那种原汁原味的 也没人吃 下次来做一个蒜蓉味的 嗯 哇 花椒够味 辣椒也够味了 嗯 尝一个鸭手 甜口的鸭手 嗯 它应该放到那个米汁酱料 这味道 让人欲罢不能 大家知道鸭说多少钱一起吗 我感觉很贵的 以前也吃过 以前在厦门的时候经常吃 嗯 花甲的话还是适合一个叶丝啊 大买乱 一个下酒菜 今天这个花甲做法比较简单 大家应该学会了吧 这菜太简单了 没有任何难度 我一看一遍就会的那种 我一看一遍就会的那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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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